不是光是买装备而已 不是光是提升我们的国防预算而已 国军正在改变国军的训练观念 对应因应中国的威胁 汉光40号演习 哇 我第一次参加汉光演习是几号 好像是6号还是7号 忘了 现在已经40号了 汉光40号演习 从以前传统的五天 电脑兵棋推演 电脑兵棋推演就是在汉光演习之前 先用电脑跑一遍 看一看整个推演的程序是否正确 需不需要改进 所以电脑兵棋以前是五天 因为电脑兵棋可以调它的作战速度 本来是1比1小时 可能会调到1比6 1比8 1比12 那如果电脑兵推的这个时间 变成8天7夜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我可能会把整个战演比 从1比1调到1比12 我可能在这8天7夜里面 整个汉光演习的电脑兵棋 还有应对的程序 可能推10遍 20遍 甚至50遍以上 也就是透过推演 改进 再推演 再改进 攻防的比例 攻防的部署 它可能在8天7夜 推了10遍 20遍 甚至百遍 也就是说 会让它更周延 为了验证什么 灰色地带 因为现在中国 不管透过海上的这个战备警寻 还是透过了解放军的一个观测船 或者是透过了一个恶意的越界 这个灰色地带 是我们从来没有去研究过的 所以透过电脑兵推 针对灰色地带的一个作战 然后结合防卫作战的应变作战 汉光演习 直接增长了电脑兵推的时间 所以从以前原定的 大概是5天 变成8天7夜 也就是整个推演的过程跟速度 还有次数增加了数十倍 然后近年来 汉光演习的5天左右 太短了 2021年 又因为打算用最严苛的要求 来做复合式的兵推 所以2021年觉得时间不够 所以今年增加了退演的时间 那么这是电脑兵推的部分 这是战术的部分 战略的部分 真正的战绩 还有所谓的防卫作为 我们做了什么呢 空军弟兄辛苦了 强化夜间作战的能力 我们空军的军官 宣布恢复跨子业实战化的飞行训练 什么叫跨子业 就是跨过12点 空军以前 不管是台南基地 花莲基地 或者是新竹基地 甚至全台各项的空军的作战演练 其实包含陆军也一样 海军也一样 通常到了晚上9点以后 我们会尽量的保持肃静 第一个是保密 第二个不扰民 不要扰乱民间老百姓的睡眠 因为9点钟 明天还要上班 可是现在因为情况特殊 空军已经恢复了 以后你半夜12点到天亮之间 你一样会看到空军的战机升空巡逸 我们国家的领空 也就是说空军正式回到了24小时不间断的 国家领空安全的防护 大家想想看空军如此 陆军呢 陆军早就这样了啦 我在部队当部队长的时候 我们陆军的战备部队 晚上是分两批执行不睡觉的 到了天亮第二批来值班 所以是24小时值班 那海军早如此 晚上在海上的巡逸直跟没有停过 那现在连最容易造成民怨的空军 都恢复了跨职业 跨职业的演习 包含了各种战机 IDF啊 在台南基地的 幻象2000啊 还有第二连队新竹 以及F16V等战队 全面恢复跨职业 其实退府会主委冯司官就讲过 在他年轻的时候 都是跨职业 那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停止了呢 因为大家认为 中国可能会变成和平崛起 中国可能会不再有侵略的本质 那大家梦醒了 知道中国不会这样做 他的侵略本质 跟他暴力侵略的方式是永远没有改变 那么敌人没有变 我们怎么能变 敌人没有变 我们要更加的精实 更加的展示我们捍卫台海和平的决心 所以国军 不管是电脑兵棋 推演从五天变八天七夜 不管是整个战备演训 从九点钟以后就休息 不要扰民 到24小时不间断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全民更安心 让全民更能安居乐业 当然我们在不扰民的状况之下 国防部也做了相关的应变作为 就是赶快透过简讯电话 还有这个电视的跑马灯 告诉附近的居民 晚上我们会跨子夜 12点钟以后依然有战术飞行 跟战备巡异的动作 请各位民众为了国家安全 请多包涵 那么正在看我们网络节目的朋友 如果你现在正式深夜 看到了 听到了天上有战机在巡异 第一个 不要担心 是不是阿公打过来了 第二个 不要觉得被骚扰 因为这是让你睡得更安稳 这是让台湾更安全的空军健儿 正在做跨子夜的战斗巡异 为的就是给大家更安全 更幸福 而且没有战争威胁的生活环境 国军辛苦了 也请各位民众多包涵 体谅国军 支持国军